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4号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景瑜 偷挑焦点点关注 这名男子耍帅不成 反而自衰发生车祸 花莲吉安乡这名男子 14号骑车上路时 疑似左手提着一袋物品 单手骑车 接着加速后就失控撞上了电线杆 整个人衰进了水溝 警方研判他应该是单手骑车 加上路面不平才会失控惨衰 身穿橘色上衣的男骑士 加速超越轿车 下一秒汽车龙头突然左右大幅摆动 接着失控往左边冲 撞上路旁护栏 连人带车冲进水溝 瞬间激起相当高的水花 对上骑士见状 立刻停一下车查看 但仔细看 这名骑士的左手疑似抓着物品 没扶把手 蛮可怕的 事发就在14号上午8点 多欧华莲吉安乡 重回现场发现这处路段 地上有大小补丁 警方研判 骑士可能因为单手骑车 又行进不平整的补丁处 才会失控惨衰 只是骑士没报案 也没就医 并无大碍 单手骑程机车自衰影像 目前法规虽无明定罚则 如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明确有影响用路人 则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高可数新台币24000元罚款 单手骑车不论是耍帅 还是贪图方便 但看在警方眼里 全是危险动作 也恐怕是下一个爱罚对象 这陈健欢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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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